国家统计局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4年全国早稻部中面积持平略增 总产量实现563.5亿斤 连续四年达到了560亿斤以上 从早稻产量看 2024年全国早稻总产量563.5亿斤 同比下降0.6% 早稻产量下降主要受4月份以来的强降雨天气影响 对各地早稻生产造成了不利影响 但今年早稻总产量仍连续四年达到560亿斤以上 总体保持了稳定 从早稻播种面积看 2024年全国早稻播种面积为7132.2万亩 比上年增长0.5% 早稻播种面积持平略增 今年以来国家持续加大粮食生产政策支持力度 继续提高早先到最低收购价格 有效调动了农民种植积极性 分地区看 湖南 江西 广东 浙江等8地 播种面积有所增加 从早稻单产看 2024年全国早稻单产实现每亩395公斤 比上年下降1.0% 其中主产区中湖南 江西 广东 受强降与影响 单产有所减少 广西上年受灾单产下降 今年略有恢复 单产同比增长0.2% 总的来看 我国早稻生产总体继续保持了稳定的态势 为全年粮食丰收奠定了良好基础 这本是纳定的态势 而且我来说这本是纳定的态势 就是纳定的态势